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 今天也是刚下班没多久 然后呢,现在我给大家就是准备了我们这个萝卜头影视的这个爱奇艺啊,腾讯视频啊,优酷视频 这这么多网站都可以免费看的一个APP啊 然后我会详细的把这个做法,包括这些原文件需要的工具我都会给到大家 然后包括教程呀,我也是已经都准备好了 然后现在开始,我这节课呢,由于是要安装APP 所以呢,我就不按照以前那种,我再从宝塔呀,域名,购买域名这方面再给你做了 那个我估计我是没太多时间 然后的话,我现在就给大家开始啊,宝塔我是安装好的了 然后从这开始啊,我们进入宝塔面板 好,首先呢,我们建一个网站 我们这个网站是之前测试用的,我就把它删了 数据库跟目录什么东西都是不要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域名啊 我的域名我也弄了 就是还是萝卜头666这个吧 然后呢,我刚才解析了一个就是电影 点 罗伯特666.xyz 然后呢,数据库,我们同样选MyCircle 然后的话,我们把那个数据库的名改成那个电影杠罗伯特666 然后密码我就不改了 然后我就确定 好吧 然后这个密码都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首先先把网站先建立了 然后呢,在这儿 我们要做个违静态 就是在这儿呢,选Sync PHP 这些都是准备工作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第一步来做吧 然后就保存 好了,网站最起码先给它建了 然后我们开始来搞代码 搞代码呢 首先啊,大家看好了啊 就是在,我先打开前端 先打开前端 这儿有个index.html 然后右键点击它 用我的notpad这个软件来打开 为什么要用它呢 因为它可以批量替换 这个功能就比较好 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解析的一个域名 就是之前我是用罗伯特666测试的 但是这个域名已经变了 对吧 变成什么了 我们变成了 我们变成了那个你的新域名 对吧 我就可以把它给它先复制下来 Ctrl加C 然后呢,我们再来个Ctrl加F 我们来搜索 就是在各种地方来搜索 在文件查找 好 这时候呢 你要选择一下文件啊 就是说在文 在这个包含子目录 这儿一定要勾选上 包含子目录 然后选中 你把这个圆码存在的一个地址 这一块要选好 好,然后的话我把这儿目标 目标是罗伯特666.xyz 然后我重新建的一个网站是什么 重新建的一个网站是 我用它的二级域名来来建了啊 呃 就是电影 点什么 我忘了我这个域名建的到底是什么了 我看一眼啊 这个域名忘了还麻烦呢 我是在Namesilo上的 然后我打开一下 稍等一下 别弄的把域名建错了就扯淡了 那我们谁也建不好这个东西 刷新一下 这个网站是有点慢的 我打开总是非常慢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先暂停一下啊 好了 大家看啊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域名来给大家做演示 就是DY 就是电影的意思啊 电影.罗伯特666.xyz 然后呢 那我这个网站刚才也是建的对的 电影.xyz啊 然后呢 我们继续改我们的地址 然后电影.罗伯特666.xyz 就是说把这个以前那个网址 换成你现在要用的网址 文件类型选所有 在这选择所有 然后呢 需要的就是把这个全聚合 APP选住你这个存放的位置 然后包含所有的文件夹 然后呢 在文件中全部替换 这个东西呢 替换成功的话应该是85个 大家一定要看好 在这儿他就开始自己替换了 原代码呢 其实没有什么难的 就是后端呢 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替换那个域名 然后呢 一个一个是替换域名 一个是替换那个影视的名 你看我这儿叫萝卜头影视 然后你可以叫别的影视嘛 对不对 你替换了85个 然后的话 我这儿再替换萝卜头 萝卜头 然后呢 我给他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 那个 替换成一个叫什么名吧 替换成 诺基亚 好吧 替换诺基亚好像侵权了 侵权的有点不太好 然后的话我们随便替换一个吧 就写个 罗罗罗 好吧 罗罗罗 然后同样在这儿替换 应该能替换成 也是同样 在这儿就不用选了 因为你之前已经选过了 然后直接替换 确定 就OK 他同样会再给你替换一遍 然后这个事呢 我们就算是完成了 这是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把两个代码给他替换了 很简单 我们稍等一下 看他替换 好 他已经替换了34个 OK 我们把这一步已经替换好了 然后我们就不用管了 把它就关掉 然后把这个都关掉 然后呢 第二步 我们要干什么 第二步呢 我们要打开 不是前端了 我们要去后端了 我们要去后端这儿了 打开后端 然后呢 打开 APP Location 这个文件夹下 有一个 这个database 右键点击他 同样用notpad打开 这个呢 是干什么的 要把数据库改一改 第二步就改数据库啊 改数据库 我看一下我们刚才建的那个数据库是什么名 我们刚才建的数据库呢 是 是什么 地外 点 罗伯头666 对吧 地外点 罗伯头666 我们就把它这改了 你的是什么名就改成什么名啊 不要我改什么就是什么 按照你自己的来 然后这个密码也要改 这个密码呢 在这 点击这个键 复制 OK 然后把它 复制 然后呢 我们保存 好了 后端我们改成了 后端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现在他这个数据空的 数据库是空的 然后我们把数据先导进来 我们把它删除 之前呢 我测试用的 然后的话 再选择 好 再选择 然后我们这有影视 影视 然后就把它确定 然后开始上传 OK 然后呢 导入 数据库先导入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到文件这 这个已经完成了 来到文件 来到文件呢 这有个 有这个 这个是我新建的 他自动回到 刚才我测试那个 你看有一个你的根目录 DI就是电影 点 罗伯特666 好 把这些文件全都删掉 这个我已经教过很多遍了 我就在这就不 不交了 我就快点走 对了 刚才我没有 没有 没有压缩是吧 后端 改完代码 算是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后端 右键点击它 然后把它压缩一边 把它压缩一边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上传它 好 已经完成 这时候我们有个 12-13 点 后 是吧 然后我们选择文件 就12-13 点后 然后呢 就开始上传 好了 这个上传的话 大概也是几秒钟吧 就稍等一下吧 这个是我的群啊 欢迎大家加入群 然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QQ群 也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 电报群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随时加入 可以吹吹水什么的 反正我这个群 我共享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亲自测过的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放心的使用 然后好 已经上传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解压 然后我们就开始解压 这两天抽烟抽的有点多 弄得总是磕头 好了 现在算是键好了 我们来试试啊 我们做的是 DY 就是电影 点 罗伯头666 点 XYZ 你看啊 落落落 APP 下载 是不是 变成落落落了 这是我的QQ群啊 这是我的QQ群 然后的话 这个是我的那个 这个 这个APP的下载地址 然后就是这个APP 给演示的 然后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 去下载它 我只是做一下测试 然后的话 这就是这个 你看啊 这个后端呢 只是为了大家 提供一个下载地址 大家可以下载 就是这样的 没什么 这个后端就一个二维码 一个落落落 然后前面有个这个 好了 后端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做前端 做前端的话 我们需要登录 API Cloud API Cloud 点看 然后呢 在这登录 你要在这注册啊 我是已经注册好的 然后我就在这 直接就注册 用我的QQ 6加8 等于15 我再等于14 是6加8 好了 在这我已经登录了 登录呢 那这时候 你看啊 你正常年纪 你刚注册完 那时候 你登录之后 这儿是什么东西 都没有的 然后呢 我这儿应该 这个萝卜头 是我刚才刚测试的 这个萝卜头呢 是我刚才刚测试的 我现在可以把它 给大家演示一下 删 链接 就在这儿 点开 你要见错的话 直接就在这儿点开 然后呢 有一个下箭头 点 怎么点不到呢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删除应用 就行了 然后确定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在这儿啊 我们就是先回到 我们的控制台 右上角 有个开发者控制台 返回的 好 在这儿我们就创建 一个新的APP 这个网速真的是 不是电脑吗 骆骆骆是吧 刚才我们说的是 骆骆骆 APP 对吧 影视 我就输个骆骆骆影视 然后创建 好 我们创建好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这儿啊 什么东西都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先来个端设置 端设置主要是什么 等会你导出的时候 可能会那个什么 等会你导出的时候 可能会给你那个 哎 这个网站怎么不能访问呢 稍等一下 我暂停一下 好了 我继续重新打开 刚才这个界面 就是端设置 然后到这儿了 就是这儿 让你上传一个 你那个 你那个 APP的logo呀 就是说是什么页面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小图标 这个小图标 你上传成什么样的 然后的话 他就会给你成什么样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我已经刚才弄了一个小小的了 这个要求是200像素之间啊 自己不会做图的话 可能就要去自己做一下 找人帮帮忙 200k的 200k 200乘200的 不是200k的 你看我这个 分辨率200乘200 然后我就点击他 然后就上传 好 下面呢 有一个 这个也是大的啊 就是1080乘1920的 就是竖屏的 我们也上传一下 在这儿呢 我是去网上随便找的张图 随便找的张这种图 直接就把它 那个什么 大小一条就行了 大小一条 你如果是商用的话 你还是得 还是得花点功夫去做的 因为我给大家 主要是做演示的功能 然后的话 我就不不不折腾了 好吧 然后呢 现在就开始 再上传这张图片 我不知道上传的速度怎么样 好 就是说 我点开这个软件 应该开始显示的是 这个 这个 这张图片啊 然后第二步 然后我们看看证书 哎 我们看证书 我们这儿是没有 那个安卓证书的 在这儿 我们点击一键创建 一键创建 应户用户名你看他自动就给你创建好了 然后呢 在这儿别名自己随便写 密码自己记好 我自己是个123456789 可以吧 可以 当然可以了 然后呢 直接创建并保存 创建并保存之后 然后更新 点击更新 然后你这个安卓的证书就更新上来了 你看这儿已经有安卓证书了 这个IOS证书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IOS证书要那个苹果APP死到 APP死到的那个开发者才行 然后呢 在网上也有卖的 大概是100块钱 然后呢 我现在就没有去做这个 大概说 如果是自己注册的话 要600块钱 如果我建议大家就先把这个安卓端的运营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去做苹果端的 因为运营一段时间你有收入了再去做 不要搞的一下就弄了 你这个更新 APP苹果有一个什么12 这个P12的证书是一定要上传的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麻烦 要600块钱认证才行 好了 在这儿我就不说了 就是一键更新已经成了 然后再下来 我们在这儿 这儿有个代码分支 已经有了 但是呢 这一点我们少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少了少安装了 这个64位 因为我为了给大家演示 刚才我把这个东西都都给了卸载了 我现在再重新把它安装一点啊 就是我电脑是64位的 然后我就给他安装这个 这叫小乌龟 这叫小乌龟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你看啊 你可以通过小乌龟SVN 对应上传 这个云同步功能相同 所以说我们的是一样的 知道吗 登录SVN工具的用户名 就是我们在API Cloud注册时的邮箱 密码可以通过点击获取来登录 这儿有的通通 有的朋友可能是看不懂啊 我给大家做个演示吧 然后的话我就next next一直next 我就把小乌龟 因为第一次我安装的时候 也是在小乌龟这儿我死活找不着这种登录密码 我不知道怎么去搞呀 我怎么办 最后呢 才最后才搞定 然后呢 现在就是避免大家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说我把小乌龟就重新重新安装一遍 就删了 重新来过 好了 等他安安装啊 然后我现在抽根烟 再给大家讲 好了我们继续啊 哎呦 刚才那个什么没开上面那个灯 我这个光线比较暗 现在把灯开开了 总是忘了这啥事了 小乌龟我已经安装成了 怎么检测呢 就是右键点击他 这儿有一个你看啊 小乌龟 然后呢 点第一个就是浏览器 我们在这儿点开 点开之后呢 我们就是刚才复制那个 我们把这个把这个链接啊 就是它分支 把这个复制下来 好复制 然后把它关掉 复制了啊 刚才我已经复制了 然后再打开 它自动就上去了 你看啊 右键点击那个 它这是不是变成落落落影视了 对了 OK 然后我们确定 我们点击OK 然后它自动就连了 如果说让你输入那个密码的时候呀 如果说让你输入到密码的时候 你要在这儿获取分支密码 他这儿说的很清楚啊 就是你的邮箱 登录的用户名就是邮箱 然后密码是获取分支密码 因为我这儿有cookies 他就直接那个什么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删掉 全选 然后delete 然后我们在这儿 OK 好 现在呢 它就把你这些全都给你删了 然后呢 打开我给到大家的另外一个文件 就是在这儿全聚合 有一个前端 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这十个文件 全选 把它一下拖到这儿就行了 然后 import 就是导入的意思 就是在这儿导入 然后我们同样 OK 然后呢 他现在就给你在这儿导入呢 我们怎么看啊 还是在后台这儿 你看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这是3月3号22点多分 36分了 我现在这么晚 还给大家在这儿做视频呢 好好辛苦呀 然后呢 在这儿刷新一下 看看它导入完了没有 应该是10个文件 它应该是12个文件 怎么12个文件呢 反正就是这样子 全都给你一下 全都导入了 对不对 这儿也是全都给你导入了 是12个文件 不管它多少个文件 从3开始的 行 无所谓了 反正是刚给你 就是全都导入了 导入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儿模块 模块的话 等会儿我们再讲 模块 现在你看有三个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要下载这些很多东西的 因为这个东西 我没有太多 我没有记啊 我就看一下我刚才那个 之前那个影视 我会把这张图也截图给大家 让大家自己去看 让大家自己去看 反正就是在这儿搁着呢 我之前这个影视 你看有活跃 活跃 这也是测试用的 哎呦 我这网络怎么回事呀 访问外 访问外网就那么快 访问内网就这么慢 你看啊 大家看好 我这几个 你都是要下载的 我会把这个截图给到大家 一个都不能少啊 这模块 一个都不能少 我会保存起来 然后的话 我先保存到桌面 直接就保存到我这个文件夹里得了 然后呢 是测试好的程序 然后我会放到那个全机核APP里面 我会把它放到这儿 就是需要下载的模块 不能写需要下载的 必须下载的模块 然后我保存 好 这儿我就暂停啊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多 然后我就一个个的 我也是搜 比如说 我又回到我刚才那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 要不然又是都不会 因为很多很多新手 他是真的是 他会搞迷糊的 这个是已经 我已经有过很多次这种 这种教训了 大家不停的问问题 我觉得我是弄得很清楚了 但是大家还是不会 然后我们先打开这个PNG 我先看看这个都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就一个个的下载 有一些收费的模块 收费的模块 我们一律不要点 我们就就只是那个什么 只是看这个小 只是 这些都是免费的 这些都是免费的 一个是MAM 然后看看啊 模块 这个东西呢 我把它窗口小一点 窗口小一点 MAM已经有了 第二个是ClipBot 是吧 那好 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有一个搜索 模块库 对吧 在模块库里面 然后我们在这儿 打开 我打开真的太慢了 打开真的太慢了 然后的话 我会很难受 这样子 看这儿有个搜索框 我们就打ClipBot 是吧 ClipBot 我们搜索Clip 你看这个就是ClipBot 这个是免费的 对吧 我就点击一下这个加号 一天加 已经添加了吗 确定吗 不会这么快吧 ClipBot已经添加了 对了吧 好 就点击一下这个加号就行了 不用点点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 再来看看第二个是Web Web Browse 就是那个浏览器的意思啊 那我们搜索个Web Web Browse 我们就看这样能搜出来 Web Browse 这个加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是UiPool UiPool 是吧 然后我们再添加它 哎呦 这真的是从头到尾 给大家讲的呀 UiPool Refresh Motive 是吧 这个 好 我们再来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MCM MCM 就是这样子 一个个的去添 一个都别少了 少了就不行 然后再来下一个 Dialog Box 这个就是弹出框 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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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Dialog Box 然后再加 这些东西全是免费的 然后再来一个Share Action 那我们来 只是电脑不行 电脑太慢了 把好电脑送人了 然后的话 剩下一个烂的电脑 我搜的是Share Share Share Action 没有吗 Share Action 然后添加 然后再来一个Push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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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找Push 像你看看 有些东西 像看见没有 原价333 这些都是要钱的 我们坚决不能要这个 我们就是做免费的东西 既然说了 不让大家投入 就不让大家投入 好了 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 以添加的模块 是不是这几个 总共是这十个模块 一个都比较少了 添加的模块 1234567890 OK了 这就没问题了 好了 我们下来 再来到云编译 来到云编译 我们这就写 落落落影视 英格雷史内容 随便写 然后选择应用 比如说我们就影音播放 然后选择类别 我们就视频吧 然后英格雷史 我们就是落落落 对吧 然后这儿 我们选择平台 就是安卓 客户端的 因为 因为这个苹果的话 你 你如果有苹果 那个认证者 开发者的那个证书呀 就也可以选择 两个可以一块 我们这儿就选择正式版了 正式版 然后调试模式 禁用 然后拳击加密 这个弄 那还是不拳击加密了吧 然后的话 渠道打爆 然后的话 我们就选择SVN设置 这儿可以禁用 都不用管它了 我们好 正式版的1.0.1 然后安卓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不对 苹果就不用管它 这是1.0.1 必须为整数 那就是1 好吧 然后备注 很好看的各种VIP 对吧 好嘞 就这儿了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云编翼 这儿也写个1 这儿写个1吧 然后我们就云编翼 看啊 准备中 它现在是准备中 云编翼打包 然后呢 这儿有个高速通道 又是让你给钱的 你别扯 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天天让人给钱 不靠谱嘛 然后我们现在就 不 不管它 68秒 65秒 我们在这儿等着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后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那个 那个后台啊 就是 电影 点 罗伯头 666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再杠 杠 楼紧 然后再杠 楼紧 点 PHP 然后回车 我这电脑 你看真的是很卡的 我弄的 我这半天打不开一个网页 这个可能是错了 这个网址是错了 然后我等会再给大家一个网址吧 等会我再讲这儿 先暂停一下 要不然我电脑现在太卡了 我的研究研究怎么去折腾一下 然后我先暂停 好了 我们继续 就是这个 它已经编译完了 已经编译完了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 就是点一下这个下载 点一下下载 然后它就在这下载了 12.98 12.9兆的 在文件夹中显示 然后看看它下载到哪了 下载下来了 你看我这电脑 打开一个浏览 打开一个文件夹 就打开这么慢 然后我们先把它命名一下 从命名 落落落 APP是吧 好 我们把它变成落落落APP 落落落APP 我们复制到 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要在手机上给大家演示 然后呢 我就等会复制到我的手机上 好了 我们继续 就是刚才我下载下来了 1.0.1 落落落落影视 然后我就点击安装 允许本次安装 允许本次安装 因为它这个很头疼 就是那个微信 我是通过微信发过来的 然后它都是默认的 只能安装QQ浏览器 安装你QQ浏览器 才让你安装你自己的APP 弄得很烦人 只能这样子说 好 然后的话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的话我就先不清理吧 哇 7.2G先不清理 然后我就返回 我们返回到我们哪 我安装到哪 好 这个这有个落落落影视 大家看到了吧 落落落影视 好 我现在就打开它 测试一下 好 允许 看是不是 我设置的这个 然后始终允许就行了 落落落 没错吧 然后我们到后台之后呢 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什么 看一看后台 对吧 没什么错吧 然后呢 我注册一下试试 我注册 然后的话 立刻登录 然后我注册 这儿 这儿是QQ那个接口 我还没弄好 能用QQ接口吗 我试试 那我试试 用QQ能不能登录 如果QQ能登录的是最好 Q接口没弄好 然后的话 它就是输入账号 然后我在这儿注册账号吧 比如说我还是用我这个垃圾号码 然后呢 设置密码 我设置个123456 不对 我这号码的话 因为它没有验证 我随便输个123456 7891010 因为它是那个什么 密码123456啊 然后的话 再输入一次密码123456 然后立即注册 好 立即注册 然后马上登录 好 我现在就可以马上登录了 对不对 123456 78912 这已经注册了 然后呢 我就首页 在这儿你看啊 可以那个什么 我可以会员升级 我3月4号到期嘛 体验卡3块6块15块 然后半年卡28 年卡38 永久 永久98 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 然后呢 底下客服微信 大家不要点 这个客服微信 它弄的后门 弄的很烦人 然后的话 我们就在这看这个 我比如说 我看腾讯的 看腾讯的 然后的话 这儿呢 可以随便点开一个 它是不能看的 首先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设置解析接口呢 它没有设置解析接口 所以说你这点开的话 应该是不能看 除非它这个解析接口是好的 是不是 无反 在这儿呢 有九条线路 我们是需要后台去设置 OK 那我们就看看 怎么样去后台啊 我们去后台 刚才因为我给大家做了个 伺候的示范 我不是那个 Login.login.php 我新建一个 然后呢 它正在那间的网址呢 是DY 就是你自己的域名 点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域名 然后 杠 Login 哇 我这电脑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么卡呢 打个字都打不出来呢 杠Login 然后我们再杠 Login 然后回车 Login 杠Login 大家记好了 然后就进入你自己的 那个管理系统 进入到你自己管理系统 然后的话 我们就看那个 我密码 账户是Admin 然后密码是123456 大家记好 然后登陆 OK 这样子就已经登录了 然后由于这节课呢 我觉得就是做的不能太长 你看啊 现在已经是33分钟了 然后呢 这个你后台怎么设置 包括那个解析的域名 怎么去弄 然后的话 我就 这个后台怎么去操作 我都是下节课 再给大家讲 好吧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讲那个影视的后台的一个设置 包括呢 后台的一个演示 包括前台的一个演示 OK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就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